台北市议员王世坚跟民进党立委高家瑜 现在变成党内究责的对象 甚至还发起了监狱革命 而面对频频被批评 还有排山倒海的检讨声浪 甚至有人要他们开除党籍 今天王世坚再度把炮口对准了网军 说1450绝对会I got you 而且在这个部分 他也再度批评了很多人 现在面对问题必须要来一起解决 而不是解决点出问题的人 王世坚是点出问题的人 现在我们是需要来解决问题 不是解决点出问题的人嘛 实在很无奈台北市议员王世坚 连日惨遭民进党基层不断追杀 天天点名什么时候党中央 才要将他开除党籍 开除王世坚就可以 我们民进党就可以重生 就可以2024胜选吗 那如果是这样就开除吧 什么尖尾鱼 我觉得这很莫名其妙 誓言绝不退党 但也尊重民进党机制 王世坚没在怕 测译网军越骂越狠 但他的脾气还是硬得很 一直切 一直切 切王世坚 切高嘉瑜 哪一些话他不想听的切切切切 切到最后 切到剩1450 该要对我的人就来吧 我会抓到你的 王世坚频频炮口对内 引爆绿营支持者不满 各个同样逆风发言的 立委高嘉瑜一起被扣上 民进党新五大扣名号 王世坚心疼高嘉瑜 更感谢他雪中送炭 他自己都身陷危机 自顾不暇的 他昨天还在帮我讲话 我看到我们人性 最高贵的一面 就是他自己已经在危难当中 结果他还记得我这个老同事 民进党雇佣者联盟心心相惜 立抗1450网军侧翼 但党内反弹声浪 只都止不住 就看王世坚高嘉瑜 能不能渡过这关 坚持停住 谢谢陈思琪临时环 杜宇至台北参谎道